女王當家 最讚的都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Tracy小姐 淑文 說到我們位於新北市的金山 大家第一個會想到什麼 鴨肉嗎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就是 金山的焊籍 地瓜 這個甘酥 在這邊 金山的甘酥有名到 每年都要舉辦這個叫甘酥祭 非常適合一家老老小小一同前往 尤其現在在這個季節 聽說也是我們憨疾的慘季了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就邀請到好多好朋友 要來跟我們好好分享 我們怎麼樣吃喝玩樂到金山 馬上歡迎我們今天現場的好朋友 首先歡迎的就是 我們的新北市金山區公所 廖武輝區長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跟我們的農產好物達人吳瑞宗吳老師 跟我們大家好 主持人好 跟我們的金牌主廚黃柏惟 柏惟主廚 各位觀眾 主持人好 好 講到這個金山地瓜這麼的有名 當然首先就要來請教我們年輕帥氣的區長 是怎麼金山地瓜這麼有名呢 它的口感真的好 像我自己為例子 我自從吃過金山地瓜的時候 外面有些地瓜我就吃比較不習慣 好 那剛剛講到說其實地瓜它除了美味的同時 它其實很營養 所以吳老師聽說很多知名的這個達人們 或者是養生專家都會吃地瓜 對 尤其是現在就是養生蜂巢比較流行 地瓜養生素是最基本的 因為早上如果一顆地瓜的話 因為地瓜散的纖維 可以幫助我們排便順暢 可以預防一些什麼腸胃道疾病 所以後來很多專家建議我們 至少每天要吃一兩顆地瓜 可以營養豐富 它有膳食纖維 對 主要它有飽足感 而且我聽說當時那個什麼王永慶對不對 我們請你知神 他每天早上也是吃地瓜 好 那不過這麼好的地瓜 為什麼金山地瓜很有名 而且當中有哪一些品種 我們也先請區長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像金山它主要推就是有 台農57號的黃心地瓜 還有台農66號紅心地瓜 所以57號是紅色的黃金地瓜 66號是紅色的紅心地瓜 是的 好 那尤其當中這個紅心地瓜 聽說這個非常美味 然後是怎麼樣種出這麼棒的品質 有一個先天條件 因為其實金山地區 剛好就是位在陽明山的 這個北海岸的火山地址 所以它的土壤是屬於半沙子的土壤 它排水非常的良好 那它有地瓜又吃了整個清泉灌溉的 這樣子的水質來成長 甚至還伴隨著海風 所以它的口感都特別的好 而且非常的甜美 所以真的是那個叫做怎麼樣 得天獨厚的環境跟條件 才能孕育這麼好的一個地瓜 好 那自己嘴巴我們這樣說不準 吃看看就知道了 好 馬上我現在桌上這邊也有這個地瓜 也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其實從顏色上很容易就判斷說 一個黃的一個紅的對不對 觀眾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喜歡吃哪一個口感 我們兩個都來吃吃看 黃的吃起來那個澱粉的口感會比較重 很鬆欸 對 但是一定都是還是甜的 甜甜的 那個甜是會回 越咀嚼 混合著過硬 喝茶的回甘嗎 對 有 那個顏色跟我衣服一樣 黃黃的好漂亮 好 黃的好好吃喔 然後紅的呢 我也來吃一口看看 對 你吃過黃鮮之後 我們接著馬上嘗試紅鮮地瓜 你就馬上分別出它的差異性 紅鮮的那個綿密的口感又更重 過密欸 過膏 對 它夠綿密 然後又更甜 它比黃鮮還要再甜一點 真的 而且這個紅的 我怎麼覺得有一點點像栗子的感覺 對 它的口感就會有這樣子的味道 而且它的那個綿密度又特別的強 你覺得咧 紅色的它口感比較多元 因為其實基本上就我所知 我們金山種最多就是我們的紅鮮地瓜 那因為紅鮮地瓜 其實外面我們比較常吃的是黃鮮的 你說因為它種植面積比較廣 但是物以稀為貴 紅鮮它種植比較不容易 吃起來其實老套會比較喜歡 像我個人會比較喜歡是紅鮮地瓜 因為它的口感多元之外 那它可以烤 可以煮稀飯 它應用也更多元 而且據我所知 因為這個紅色它是胡蘿蔔素 所以現在人要吃什麼顧多粥 所以其實地瓜裡面 它的營養也很多元 所以難怪剛剛吳老師說 從其實很多人的早餐 搞不好就是蒸一個地瓜 對不對 對 這樣來解決 因為現在人最缺乏膳食纖維 因為我們那個衛生組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蔬果579 那地瓜的膳食纖維是很高的 所以它可以補充一天的膳食纖維 至少一半以上 還有就是我剛剛講的 類胡蘿蔔素 對 因為現在人常常滑手機 3C用的比較多一點 對 眼睛很兇 對 所以你看 從膳纖維到胡蘿蔔素都顧好 還有什麼 女生最喜歡維他命絲維 皮膚味漂亮的 對 然後甲根梅是原來原素 可以增加我們補充體力 所以為什麼往往慶 那個金營之神 每天一定要吃地瓜 因為不只 就是不只往往慶 很多企業達人 紅宮貴族 早上現在流行什麼 吃地瓜 除了這樣直接吃 有夠好吃的地瓜之外 接下來伯威主廚說 地瓜其實來做料理也很百搭 我們今天要帶來的料理 就是我們的地瓜草食蔬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講求 滴油 滴鈉 然後跟滴鹽 然後我們 所以我們今天帶來的 就是很簡單 就是有我們的油 然後跟我們的一盤蔬菜 然後還有我們的鹽菊 是 所以你看 我們如果這個季節 有什麼樣的蔬菜 對啊 你其實就把它丟下去 一起炒一下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才會說 地瓜草食蔬 好 我們就首先先下油 這個時候我們也請教一下 我們的公所這邊 其實我們如果地瓜 區長你會建議怎麼挑 其實講到地瓜 我們剛好這邊有很多現成的例子 其實像這個地瓜 我們一般在選的時候 我們會先從它的尺寸和形狀來看 一般它就是比較不要太大 有一點圓 橢圓 那我們這樣子來記會更好記 其實大家看 我們有什麼說都台灣寒雞 那我們就看 寒雞的兒子 對 它的形狀呢 會我們把它有點橢圓 接近台灣 我們自己台灣的造型 那這樣子是一個最棒的一個外型 那再來呢 我們大概就是看 它的那個表皮 是不是它有這個破損 表皮的這個粗糙度 以及它的根虛狀況 原則上大概是用這樣子 來做簡單的判斷 就可以挑到不錯的近山甘蔬 那不過像我們買了這個地瓜 那地瓜買回去 尤其像現在其實我們公所這邊 也是有你推廣說 我們這是叫什麼 新北三寶是不是 健康三寶 健康三寶 一定要就是有地瓜 其實買回家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保存呢 我老師怎麼建議 那我建議就是說 放在陰陽處打開之後 放在陰陽處 那還可以保存大概一到兩個月 如果乾燥的話 我試過可以到兩個月以上 但是最佳風味還在一個月 那我建議回去呢 要吃的時候你先挑一下 比如說有些地方比較凹凸不品的 我們先使用它 比如說有些 它這不是壞掉 它這可能在拌運的時候扣底 那這是好的 所以皮燒削深一點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我形狀比較好的 我們就晚點吃 所以這樣搭配使用的話 慢慢吃一個月一個半月 基本上我覺得都是可以慢慢使用它的 那主要乾燥 不要受潮 它就不會發芽 不會發芽 而且 對 因為那個地瓜 它從蠶裂起來 它還是活的 它是新鮮的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就是不要給摸到水 它就不會發芽了 對 就我個人經驗 即使發點芽的話 你知道我之前放在辦公室也挺賞訊悅目 真的我跟你講 你把它當觀賞用啊 就是你把它放得對不對 然後看著它成長 你會發現 有時候我們台灣人叫寒吉 寒吉 因為它的生命力非常非常強嫩 所以吳老師像這個烤地瓜也很好吃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因為這邊感覺好像年紀最大的 你知道 小時候我們那個物質缺乏的時代 烤地瓜是最好的享受 控油 而且很簡單就是 因為以前比較 小朋友比較應該沒什麼零食 所以只要一個 一個 控油的 自己做個土芽對不對 去挖一個地瓜 就是最佳 怎麼知道嗎 零嘴 但那個區長 你這麼年輕 你也要控油嗎 沒有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每年都會在這個季節 也就是地瓜的產季 我們都會辦 甘暑祭的控油活動 就是為了 所以來 甘暑祭的控油有哪些好玩的呢 對 其實最主要就是說 透過一個控油 然後可以讓這些小朋友 因為剛才有聊到 有千人控油 對 現在很多小朋友 可能沒有機會 在自己家裡做這樣子的體驗 因為都在都會區 所以利用這個機會 來到金山 就可以親子一同的控油 我們現場 哇 有上百搖 每一搖 大概都可以快十個人在享用 所以說現場是 下午到晚上 大家一起控油 對 還有這個 還看表演 對 因為我們鼓勵親子活動 所以現場 就會有伴隨很多親子的 然後劇場的表演 甚至一些闖關遊戲 到晚上有這種星光電影院 更還有特色的親子DIY 今年它就是用乾薯廢料 去做成的無毒蠟筆 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很難得 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 今天第一次看到 地瓜做成的什麼 蠟筆 這個蠟筆是地瓜做的 對 它用地瓜的廢料 然後再去加工的 所以到這邊大家拿地瓜蠟筆 可以自己著色嗎 是的 而且這個是無毒的 所以就是小朋友 就算不小心真的吃到了 也不會有影響 好特別喔 所以既然地瓜的廢料 我們都不浪費 完全還可以讓它變黃金再利用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主廚鍋內的地瓜料理 我們的炒食蔬現在如何了呢 很香 我們接著要好了 因為我們剛剛有加我們的鹽曲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水 然後下去燜煮 然後就是少油 少鹽 少糖 看起來很方便 現在要盛盤 好 我們馬上來盛盤 那我們也請區長來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在金山剛才說到的地瓜 像你自己本身 你在家裡都怎麼吃 像一般我們最簡單的 就是家裡我們就是把它蒸熟 蒸熟 像我蒸熟 我都會先把它冰起來 每天早上要吃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加熱 你的意思是說你一次蒸比較多 對 我可能一次 就是先一鍋先把它蒸熟 那這樣一鍋就像剛才 這個吳老師講到的 我們每天都一兩條當早餐 那可能就是一個禮拜 一個星期的份量 難怪你的身材保持得這麼窈窕 你看一下 好 所以這個地瓜的營養 跟它的好處 我們休息一下 進段廣告 廣告回來還有更多 吃喝玩樂在金山的分享唷 一隻雞 一隻鵝當好朋友 你們倆我一起嚇人 太驚人 抗菌 抗酸太久 這個深度有11公分 那這個只有6公分 差一點 好 你看一下 34公分 這個大腳 你看插座什麼 全景式的玻璃上蓋 這個它會有一點噴 完全不沾耶 你看到 不沾耶 完全全 沒有任何的痕跡 直接把它留下去 在裡面像這樣子把它翻炒 你還尻著鍋面 完全沒有刮傷 你還尻著鍋面 完全沒有刮傷 開啟爐 電磁爐 黑金爐 電桃爐 卡式爐 瓦斯爐 各種爐具 第五個爐 你就可以拿來拿去 我們的金山地瓜 只有單吃就好吃 現在炒食酥 你看這個顏色 大家來吃一下 哇 好幸福 比地瓜跟食酥很搭 中秋節可以這樣烤肉對不對 好吃喔 炒一隻還可以炒起來 它那個整個新鮮的感覺 都沒有散發掉 這樣剛好把它那個新鮮都包起來了 而且脆脆的 好吃好吃 沒想到說它把它當蔬菜來用 這樣子料理也很好吃 除了搭食酥好吃以外 竹竹 你光連跟肉品是不是 豬肉一起也很搭 地瓜跟我們的豬肉也是很搭 然後我們這次 我們今天用的就是地瓜炒豬肉 然後我們用日式的煮法 我們用燉煮的方式 首先呢我們先把油下去 先炒我們的地瓜 為什麼地瓜要先給它炒過啊 我們地瓜有原則上 我們會用地瓜下去爆香 然後它會有那個地瓜那個香氣 在那個裡面 用地瓜爆香喔 對 煎一煎 然後我們有一點煎上色 然後看起來就會是油亮油亮的 那個感覺 就不會是白白的這個顏色 然後呢 主廚呢很貼心的 因為呢 剛剛已經有先幫我們把這個地瓜炒豬肉 也完成了一份 讓我們先可以一邊品嘗 一邊來講口感 我們現在吃 我現在吃這個什麼熟 你們大家要不要猜一下 這個是紅地瓜還是黃地瓜呢 大家看得出來嗎 有 很明顯 紅心地瓜 這是紅心地瓜 好 最甜甜的 來 吳老師 你覺得這樣吃起來口感怎麼樣 好吃 小朋友喜歡吃 因為就跟主廚講的 他取代紅蘿蔔 他甜甜的 他這是什麼 因為一般的紅蘿蔔 可能吃起來會切的味道 但地瓜不會 尤其是這種紅心地瓜 吃起來特別的綿密跟爽口 好吃 而且還把它那個鮮甜都還是包在裡面 它沒有這樣 沒有散發掉 香香甜甜 而且其實這樣子 主廚稍微煎過之後 吃起來口感 它還多了一個QQ的感覺 對 然後還有一個香氣在裡面 對 勾勾氣 哇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拿來做那個什麼 蜜餞 對 可不可以 尤其地瓜炒豬肉 我覺得最好就是去油解膩 運動完之後呢 可以把豬肉換成雞胸肉也可以 然後加地瓜 地瓜一定要加的 為什麼 它取代了膳食纖維的蔬菜 對 而且它取得方便 容易而且最主要是 它很甜甜的 口感最棒 很棒 來主廚現在接著煮 我們就是把它的所有的食材 地瓜煎過之後呢 包括一些也是季節的食蔬 把它入鍋一起拌炒 我們剛剛有說 我們是因為我們用日式的方式 所以我們要用醬油下去燉煮 喔 對 所以其實喔 我們就是把地瓜當成蔬菜了啦 對 在蔬菜的料理上 所以我想說要做那個稀飯啦 吳老師 那地瓜稀飯 你會建議怎麼煮才好吃 聽說吳老師很會煮地瓜稀飯 我個人做法這樣子 就是先把稀飯煮好之後呢 因為還有熱度對不對 地瓜就丟下去 這樣吃起來的話 外面是軟的 裡面是脆的 這很特別 這很特別 但如果老人家喜歡煮久一點也可以 就是我會分一半 一半切丁之後呢 下去先煮 跟飯煮在一起 把甜味煮出來 那中間比較大塊的 切成大概 大概有0.5公分厚片 丟下去之後 悶 悶熟之後 你可以吃到地瓜的Q軟 黏命之外 可是要脆一點脆度 這個蠻特別的 好 所以可以試試看 配合不同空間 尤其你知道嗎 紅心地瓜我比較推薦 怎麼說 因為它吃起來 它比較團結在一起 黃心的話會散開來 會散開 那我們比較喜歡吃那種白色跟 白色稀飯跟紅色分開的感覺 那這樣吃起來 味道比較多元層次 比較多一點 而且印象裡 小時候我阿嬤也有煮過那個 韭吉腔 韭吉腔 那個也很好吃耶 不得已的做法 沒有 可是我覺得很懷念的味道 我們現在可以吃到新鮮的了 現在其實很多料理還是看得到 像有些油飯上面 你會看到 對 所以我看到那個韭吉腔嗎 那個什麼 你剛剛說韭吉腔 你就會想到阿嬤 真的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已經品嘗到這個豬肉了 所以鹹的OK 然後甜的也OK 所以馬上主廚要教大家 地瓜還可以來做一個甜品 好 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叫摸摸渣渣 好 來 為什麼它會叫摸摸渣渣呢 它是泰國很有名的一樣甜點 地瓜聽說有先處理一下對不對 對 地瓜 先把地瓜先吹一下 對 吹解 然後吹完以後熟了以後 我們就加入我們的糖 然後拌一拌 就變成蜜地瓜 這麼簡單喔 然後呢 現在跟什麼混搭呢 這個是我們的熱帶性水果 就是我們有那個 用我們那個罐頭 對 就是超市的有在賣 就很方便 然後加入我們的水 可以 拌拌就好 我也會 對啊 其實這叫地瓜 對啊 我們馬上來品嘗一下囉 地瓜磨磨磨渣渣 甜的 鮮的都很棒 好多的味 QQ的 香香的 我剛才用蜜地瓜料理方式 也很特別 這件是甜的甜的都擺渣 它地瓜本身的甜 可以融入在我們那個磨磨渣渣裡面 所以它的甜是很有層次的 對 而且那個甜 是天然的 從地瓜到 它那種鮮甜對不對 對 不用再放糖 這樣其實吃完美就很好吃 好吃好吃 而且吃這個甜品 還有補充地瓜的營養 好吃 很清爽 好吃 非常適合我們夏天 不過呢 剛剛講到今天要分享我們金山 好吃好玩 所以如果我們要去金山 一天或兩日游來區長怎麼分享 跟我們介紹 金山地區呢 其實一日游兩日游都非常的適合 因為金山的地理環境 你看它有山也林海 所以說像我們如果在規劃行程上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就是說 比方說是臨近海岸線的部分 它可以幫我們排一些行程 對 包括說像金山有著名的這個中角灣 這個衝浪中心 沙灘 像這種夏季都非常的 衝浪中心 我可以去衝浪啊 熱門 熱門 對 它那邊很多 夏日都有很多親子在那邊 有玩水等等的 搭配周邊 然後會有一些賞花的行程 還有賞花 對 像會有那個蓮花田 這個 那都在靠海邊的位置 都是網美打卡景點嗎 真的 那個拍照起來 哇 都特別的漂亮那個光線下 是 那像說這個是靠海邊的部分 那金山地位置也有往山上 往山上我們有著名的陽金公路 像我們有知名的知名美術館 知名美術館 氣質之旅也有 也在金山 對 那像這剛好呢 最近我們有那個台大醫院那個金山分院 旁邊呢也種了這個向日葵的花海 這是北海岸唯一的向日葵花海地區 很大片 很美 那這個陽光照下來拍照超漂亮的 哇 好有畫面喔 真的 我現在看不得馬上奔過去了 對 然後呢 周邊有很多一些那個農場啊 都有一些親子活動 是 這是像一日遊的狀況 那其實呢 金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有溫泉 溫泉 對 所以 剛剛說地瓜好吃 就是因為那邊有那個火山的那種礦石 對 對 對 它的那個沙子土壤 所以結合金山的溫泉 像我們那邊就很多 包括有公共浴室 公共浴室 你看全台灣不到二十間公共浴室 金山就難過了五間 哇 所以四分之一耶 對啊 然後它也有不同的泉質 不是說這個地方就是 每一種都是同一種溫泉 它有不同的泉質 那像其中最著名大家最喜歡的 就是叫做黃金湯 黃金湯 它含豐富的鐵質 所以它接觸到空氣氧化的時候 它會成那個核色 有點像鐵生鏽的那個顏色 那在金山是很著名的 像黃港的黃金湯的泡腳池 泡腳池 一年365歲 天天都有各地在地的民眾 跟外面來的民眾 像我自己常常晚上 也跟區民在那邊泡腳 吳老師 全家老少都很適合啊 對 我覺得金山 為什麼叫金山 真是一個金山寶地 因為它可以從北岸走過去 也可以從淡水走過去 那也可以從陽明山爬山過去 沒錯 那剛剛少講一個 就五路財神廟 我一定要去拜拜的 對 順便讓我們的運氣 對不對 氣勢沒人看 順便吃個寒雞養生一下 所以才泡個腳 所以 從精神的層面 從這個吃的層面 還有旅遊的層面 都照顧到了對不對 對 好 所以還沒有去過金山的朋友 剛剛講不只金山鴨肉遊民 還有我們今天還特別幫大家 準備了這些 因為金山有名這個地瓜 乾薯 那很多的這些加工休閒食品 琳琅滿目耶 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地瓜脆片 對 地瓜片 像它有地瓜爆米花 這個很特別 爆米花耶 爆米花 有加地瓜的耶 只有金山吃得到 它用金山的地瓜去做成的原料 真的超棒的 真的 有甜甜的地瓜香 跟一般的爆米花味道不一樣 還有這些小朋友最喜歡吃的 這是薯條耶 嗯 地瓜薯條 吳老師 還有主廚 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太感動太感動了 真的 吃的玩的 然後還有這些伴手禮 北台灣一定要去金山 感受一下那種 那個什麼金山的氣息 真的它很多精華都集合起來 真的真的 還有這是麻辣對不對 這也很特別喔 它上面的 也是用金山地瓜做的料理 拌著在麻辣上 因為地瓜 畢竟它有這個產期的一個部分 對不對 是說是在8到9月的時間 是主要我們種植的這個季節 所以其實我們政府這邊 也是有輔導我們地方的這些業者 把地瓜變成更多的加工食品 像我們現在吃的這些休閒食品裡面 也都融入地瓜 這樣就沒有產期的問題了 對 讓它更多元 對 好 所以我們平常如果真的要 買地瓜的時候 你就最起碼今天我們在電視當中 就了解到說 我們可以認明說 那叫做金山的地瓜 它也算是一個品質的保證 因為在這個地方 它就是有一個很天然的環境 去種植對不對 而且已經成為一個品牌化 像金山甘薯已經是算知名的品牌 然後就是在每年的8月到9月 這是它的盛產期 所以說很多知名 大家都知道說它會把握這個時間 來買到當季最新鮮的金山甘薯 是 那所以如果你已經去過 或者還沒有去過去體驗這種採地瓜控油 所以也請區長跟我們分享 你說每次有這種乾薯祭的活動的時候 你每次看到那個人家全家老老小小 他都充滿滿滿的感動 真的 像那個大人小朋友這樣一起來同樂的過程 第一 像剛剛有去提到 他就離開都會區 來到這樣有點鄉下體驗這樣的過程 不然他小朋友永遠都不曉得這個地瓜哪裡來的 真的 不要 小朋友不要說地瓜長在樹上 地瓜不是長在樹上 就真的親自去挖一下地瓜對不對 像現場他就可以去體驗 地瓜怎麼來的 怎麼把它挖出來 好來還進一步可以聽到爸爸媽媽講 小時候怎麼樣控油去感受 他還會覺得說原來土還要把它先用熱 可以這樣子來做料理 而且那個時候小朋友也不得不放下手上的那個 手機 手機 對不對 總是你挖地瓜用手去接觸大自然去碰我們的土地 對不對 這是不是很重要 對 沒錯 尤其是我建議說 如果是要買地瓜還是要跟公所買的或什麼這樣 因為我發現我之前很多朋友 他買到不是金山的地瓜差很多 會嗎 因為金山已經變一個地瓜品牌了 很多人會在網上賣可能是用金山的名字 但是不一定買到真正的地瓜 但區公所保證一定是金山的地瓜 而且聽說公所這邊還有把這個 甜美的地瓜結合愛心是不是 對啊 像每年我們主要就是說 政府部門嘛 然後跟我們金山地區農會 都會合作在推廣金山地區的地瓜 然後像這個今年也更特別 在推廣這樣子聯名禮盒的時候 也從裡面每一盒會抽出10元 做這樣公益愛心 然後用在金山地區的國小 所有每一間四間國小的營養午餐上面 對 好感動喔 我們吃地瓜我們還可以做愛心耶 對 好真的很謝謝公所這麼用心 在幫我們從這個地瓜的品牌 甚至把這個地瓜跟公益 小朋友的營養午餐做一個結合 好 所以最後我們也提醒大家 就是說如果還沒有去過金山 那其實金山包括我們的地瓜 對不對 採地瓜 還有一些溫泉之旅 還沒有去過的朋友一定要前往喔 好 我們今天謝謝來賓的分享喔 觀眾朋友 如果對今天這個金山之行 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呢 也歡迎上我們的女王當家FB粉絲團 上面也有相關的資訊喔 出力 還有骨髮炮製 我跟你說 雞羹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 我們要做什麼 定量檢測 確定我們的效果都要有夠 我們都有做過這個農藥的一個檢測 維生物含量也幫你檢測 雞煙的啦 還是做工地啦 你們家會吃婦婦二手雞煙的啦 馬路上的這個 只要你穿開 收到對的東西 你都要注意 知音太后的琵琶清潤銀 對 我們三合市價是3800萬 今天要帶我們華視的觀眾朋友 對折走騎 好 只要一包可以讓你檢測一下 好 數量有限 留給我們華視的觀眾朋友打電話囉 女王當家最讚的都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淑雯 人家說皮膚是一白遮三醜 可是呢 頭髮一白就變得很老 而且最少老五歲以上啦 好可怕 好 然後呢我們身邊的來賓 聽說都有這個白頭髮的困擾 對不對 來 吳老師 問我最清楚 其實我就用你給 我知道兩句要自己擦一件 那我自己真是 我自己是神龍聖長白草 以前我用什麼 有那種膏狀的啦 膏狀的 有啦 這個我都幫我老公染過 對 他就染過之後有問題是要臭很久 很臭 而且我老公有時候都會刺 他說會刺 刺激頭皮 然後有時候用這種 而且你知道這個管狀有時候 你補的時候 你用一點點 後面那些就浪漏掉了 因為它氧化了 還用這種刷的啦 這種刷的也有 這是暫時性的 零食的 我以前都用那個睫毛膏去刷 結果那個流的都黑黑 流汗會流黑色的汗 有那流行那種灑的 用灑的 噴的 對 灑之後呢 下雨之後臉都變黑了 因為那個水洗就掉了 因為都是臨時的啦 後來就是因為 開始就尋找 就是原來日本人很厲害 日本那是流行什麼 泡泡染 那時候覺得泡泡染在日本流行 因為台灣的MIT廠商也開發出來 是喔 後來現在開始都是用你知道嗎 吳老師 你說那個白頭髮讓你很傷腦筋 其實我看我們秘書也很傷腦筋耶 秘書都不加工 你這樣用腦過度 幫我們開發用農產品 研發更多的好好的農作 農產加工品 你頭髮都白了 你相信你自己都怎樣拗了 我以前不拗 你覺得就拗了不習慣 難怪味道不好啦 感覺不舒服 所以後來就不拗了 今天吳老師就是要教我們沈大哥 那個不會燥 不會濕濕 還很體能 這樣喔 因為我們的顏色 至少要那個什麼 跟什麼 跟植物介色 四位姐 我看他一直很想講話 你是怎麼 有什麼困擾 我當初為了這個白頭髮 想說啊 就擺一點點 擺一點點 然後你整個去染又很麻煩 所以就去 叫人家去噴不可以噴 結果你知道嗎 一噴噴噴 你的頭髮是塌的 對 就不漂亮 就不漂亮 不碰噴 看你如果技術不好 都會一大一大 不均勻啊 對啊 你噴起來也不均勻 不好看 所以有那麼多困擾 我們還要天然 吳老師你剛才說到一個重點 你說要跟食物介色 對 跟植物介色 那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很多的化學元素 你可能變黑了 可是你身體變不健康了 對 那如果用天然的 比如說我們像電燃葉 來合手屋 或者薑黃 其實這些都是天然 還有咖啡 用天然的餡 所以意思是說 薑黃就帶一點黃色 對 大自然的天然顏色 可是薑黃是我們在吃的啊 對 那咖啡就是咖啡黑 我們喝的咖啡 對 定燃葉就是我們什麼 還有指甲花 指甲花 對 這些都是天然的什麼 顏色 那我們天然的顏色來什麼 做著色相對的 比較不會到什麼身體負擔 減輕那個負擔 沒錯 那我就 我直接示範好了 為什麼我喜歡用這種隨身包 因為一包是那個顏色 染劑 對 一包是保護頭髮的 一個可以護髮 護髮的 對 所以這兩個好就是 它第一次跟最後一次 它是一包一包的 我再拿吃好 像這樣子 拿出來的話 它拿出來一包一包 你用第一次最後一次 都是一樣的顏色 那為什麼 我那時候很好奇說 為什麼你不難 你們要附一個這個手扒機手套 原來因為這是小分子 我們只有什麼 頭髮跟手有毛鈴片 所以用這樣子的話 避免你知道嗎 指甲變黑色的 對不對 沒錯 那也很方便 因為我都自己染 因為我在家裡面都是 邊洗頭 邊染髮 自己染你後面怎麼會丟 自己後面哪有可能你會丟 因為後面看不見 抓的就可以了 你看把兩包顏色一起倒出來 所以兩包要一起 一個是染劑 一個是護髮 那因為那個我們沈大哥是第一次 對不對 第一次我就用兩組 第一次你那個白頭門 比較多 所以我們要用的用比較多 那我今天選的顏色是什麼 是自然黑 自然黑 對 我個人我比較喜歡咖啡黑 因為年輕人 自然黑很重要 你知道有的那種黑叫做死黑 很明顯就是告訴全天下 好像假髮 對 沒錯 那種感覺很笨重的感覺 所以一點保證很自然 讓人家以為說 我們沈大哥都沒有泥頭 你看很簡單 就是用手 也不用任何工具 雙手萬能 要等下戴手套 為什麼因為剛剛說過 太方便了 他的顏色會吃到我們的那個毛鱗片 是 我們身上幾個七公元毛鱗片 頭髮跟指甲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指甲 攪拌之後呢 不用等了 你知道他只要短短的數分鐘 就可以來染了 好 所以因為今天沈大哥要一起學 所以來 大哥你手套有掛好嗎 有掛好 所以有老師 你說要先針對上白的地方先保 對 這是什麼地方最白先保 病腳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它是藉由那個什麼 空氣氧化產生那個什麼 著色效果 所以你看它白色對不對 它只對什麼毛鱗片 產生那個什麼 染黑的效果 它不會對皮膚 等於下路 因為我們自己為什麼叫人 因為我們怕白到的是什麼 皮膚 這樣一些給大哥 他也拿一點 自己這樣搓搓搓 你自己也搓一點 就像洗頭髮這樣子 對啊 戴個手套 難怪 所以吳老師可以自己 不然哪裡後面抓得到 後面又沒有長眼睛 會看得到 原來是只要會洗頭就會染 就可以這樣 跟洗頭髮意思一樣 因為你看 你看很粗糯 不是啦 因為我用得很習慣 然後畫圓圈的方式 你看一下 大哥 大哥 你要做會快 一邊學習 我覺得大哥在享受 你要讓每根頭髮都吃到顏色 可以順便按摩一下頭皮 其實我都是你知道嗎 我大概 我在弄好之後 去幹個三分鐘到五分鐘短片 就好了 不用看整集聯繫劇 拜託一下 很快 老師 我們現在這樣給它抹上去 要多久 它才會上色 四分鐘大概 像我自己天氣熱的時候六分鐘 冬天的時候八分鐘 為什麼知道嗎 天氣熱時間比較短 對 大概六七分鐘 對 六七分鐘 那天氣冷的話 冬天的話 比較久一點 大概多一分鐘而已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均勻上色 那你知道自己人頭髮最怕的 你知道嗎 像這樣 對啦 耳頭快點擦擦擦 等一下黑黑的 它就很簡單 拿一張紙 拿一張什麼 面紙起來 或獅子巾 獅子巾 還是衛生紙 這樣就好了 就可以了 老師你意思是說 它只會顏色附著在毛鱗片上面 對 如果不小心去顧到臉 也不用怕黑黑的 會黏在皮膚上 包括我們的那個衣服也是一樣 衣服如果怕染到的話 馬上沖水就好了 你看旁邊稍微擦一下 你看喔 是不是 輕輕鬆鬆就起來了 以前我老公我要先擦乳液 然後呢沒有擦到乳液的地方 等我要去擦都擦不起來了 我知道 有的 連你的皮膚都染上去 那個染完就好像遠遠看 像戴一個安全帽 你旁邊這樣黑黑的一圈 很難看 好 西惠姐姐說很想要 污染是嗎 對你看 你的困擾在哪裡 我的困擾就是 有時候啊 你看你的頭髮這邊 其實都還不用整個 對 就是你的臉毛 你這邊啊 翻起來就會有很多的白頭髮 對 那吳老師你照顧一下 他現在這樣 沈大哥 現在你自己抓一抓 吳老師去幫一下西惠西 你要畫圓圈 像剛才吳老師幫你擦 我也要試看看 這樣洗頭髮 對 很簡單 所以一樣是 要補染一樣是 因為只有補染 只要兩包就好 就不用太多了對不對 好 而且西惠姐用的顏色 又不一樣 因為現在的高年 要比較年輕 對 不能太老大 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一樣用手去 用手去搓了他就可以了 對很簡單 也是一樣 雙手腕 所以他要補染的話是 補染的話用什麼 用牙刷就可以 也可以 真的喔 用牙刷也可以 因為沾上去 對沾上去 這樣西惠姐你把頭髮剝起來一下 對 我們看給鏡頭看一下 要怎麼來 比如說像那個西惠姐 併腳是擺來對不對 對 刷兩下就好了 刷兩下就好了 就要像那個 像梳頭髮一樣 很方便耶 梳一梳 然後一樣給他搓一搓對不對 對 然後大概經過六到五分鐘 然後再去沖一下水就可以了 對 所以老師 但是我這邊再確認一下 你剛才說男生跟女生 你把他算的顏色不一樣 對 所以沈大哥的部分 那吳老師你建議他用的是 像這個嗎 自然黑 自然黑的顏色 因為我們有個年紀的 要穩重一點 對 但是不要用那種中國黑 黑黑 不要像戴假頭髮那個顏色 用什麼自然黑 西惠姐姐你建議他是用什麼 栗子色 對 栗子色在陽光底下 會呈現一個什麼 金黃色色澤 看起來比較更顯年輕 所以這個栗子色就是 就是帶一點點紅色 比較時髦 對嗎 對 像我自己都喜歡用咖啡黑 咖啡黑 因為咖啡界有兩個中間 就比較適合像那種 二幾歲 三幾歲年輕人 像我一樣年輕 那老師我一個問題 那我可以把它混著用嗎 可以 也可以 自己黑色搭咖啡色也可以 一開始就是很多人會混色 像我媽媽就混色 因為他年紀比較大 他喜歡又只剩一點 他就是咖啡黑 藍栗子色 那又穩重 然後又可以 變挑色一樣 對 你看喔 這樣就好了 大哥那個味道 你說的很可怕 臭臭阿摩尼亞嗎 不會 很香 我們在這裡聞到 聞到淡淡的香味 因為他這個本身有天然花香 你頭皮會刺刺的嗎 不會 沒感覺 沒感覺 有好舒服 好 你看一下我們這 如果耳朵地方髒髒 就把它擦一下 對 我們今天節目就是要教大家 簡單又快速的 染髮DIY不求人 廣告後 趕快回來 有更多的分享喔 一包是著色劑 紫水染髮呢 會是小毛泥片 著色快速又安全 自然頭髮 不會問到 尾膚 尾膚的挑爛 味道好香喔 因為這是天然花香 沒有臭味 用洗頭方式 就讓你洗腹來一次搞定 跟洗頭一樣 用指尖去搓揉 上完色之後 回來一沖 馬上從大嬸變小姐 大嬸變少年鴨 太厲害了吧 好帥喔 趕快大哥笑成這樣 你看 對啊 對 氣色變好好耶 對啊 真的變年輕 有膩膩差很多 八十歲看 好像十八歲 沒有啦 沒有八十歲啦 太八十歲啦 我剛才看了一下 他這個髮根的地方 都很自然 對啊 然後頭皮沒有染到 真的頭皮沒有染到 對耶 對 然後基本上 因為剛剛那個 媳婦姐也好 那個媳婦姐 我們很自然 對啊 因為他他就是自然黑 就自然光子 你看燈光底下 他白髮地方 就跟自己 天生的頭髮的顏色 都一模一樣 真正的頭髮是很層次的 不是好像黑 好像安全帽 好像 對 然後因為 自然就是美 有膩膩差很多 我們也有這個 before after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邊你笑 一邊你看看 這樣 今天是差十歲 你看一下 真的很均勻 而且你要自然的顏色 好所以這麼自然的這個顏色 吳老師 你說這叫做什麼 自然黑 今天是很自然 然後基本上 我比較喜歡講那個 咖啡黑 咖啡黑是這個 對 然後那個 媳婦姐剛剛有了那個 栗子色對不對 喔 栗子色我們看一下 帶一點點紅 他剛才你的病角 病角都沒了 最近都 都沒了 補過去的很快 是不是看起來 因為我覺得自然很重要 而且自然跟自然 然後沒有負擔 對 因為這個沒有PTT 沒有阿摩尼亞 對 相對他很健康 給一個主人 連女中間都沒有那個臭味 沒有臭味 也不會濕濕 最重要的 他很簡單 看一個壓栓 你就可以做 隨時補 隨時用 我們看一個阿姨的VCR 阿姨跟小姐 其實真的是男生女生 都要照顧保養一下 我都看一下 男女都可以用 你看一下 你看 女生看起來差那麼多 你沒有人跟你老公 作為人想說 你們這個 對啊 這是栗子色 你看 顏色好像更有膩 有有有 而且 吳老師我發現 因為他有白頭髮 跟黑頭髮 層次 因為你膩起來 陽光下看起來 又稍微飄然 對 所以這個為什麼說 不只是年輕 而且年輕很有光澤 這個很重要 不要說年輕很老氣 趕快 總之就是顏色黑黑暗暗 都不會更 不會更 那個顏色就看起來 髮質很差 你說到重點 你如果不會更 運氣就不會好 真的 而且其實這個白頭髮問題 大家以為說年紀大了才會有 其實不是 我們看一下 其實很多人 有的是遺傳性的少年白 那有的就是 小時候看起來就像是那個 什麼爸爸 人跟老陳 跟老陳 有的人是怎麼樣 中年當然就灰灰白白的 會稱次不齊 有時候要補染 就是說我們染過 局部又長出來的時候 又要補染一下 或者有時候 你就是黏黏的色下去 你沒有用白髮專用 你那個色這樣 小花毛很難看 有的就是我們今天說的 枕頭白髮 你也要有染髮 所以其實常見的這些白髮 真的是會影響我們的年紀 年紀 氣色 心情 你如果平平年齡一樣 一個是頭門瀑瀑瀑瀑出去 人家說那個是你姐姐還阿姨 會心情好賣 氣死人了 很生氣喔 這不行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染劑當中 我們在挑選一定要選用天然 比較安全的啦 這個當中有剛剛講說 那個臭味就是來自阿摩尼亞 對阿摩尼亞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阿摩尼亞 有老師說不可以用了對不對 因為阿摩尼亞會產生一些 刺皮味道 而且那叫鞍 會讓你刺皮不舒服 總之就是它是幫你把毛鈴片打開 但因為我們本身現在是用小分子 對 它是不需要打開毛鈴片 直接上色就好了 對 而且阿摩尼亞 阿摩尼亞也是世界衛生組織 來講說 現在是PPD已經列為不能使用了 PPD是治癌物 它會造成一些所謂的癌症的發生 對 又發 所以我們盡可能就是一定要用 所謂的不含阿摩尼亞 對 不含PPD這些所謂的 危害身體的化學分子 難怪以前的人說 你如果去你討論之後 你都要注意你的腎 要一直喝水 一直喝水 一直喝水 有這樣子說 對 有 有 有 了解 了解 所以我們來看你一下 很多朋友或許也會知道說 因為我們一般去染髮 如果說比較化學 除了肢幼解 好像說頭皮會死死 咖咖 痛痛 再來有時候 你就是要兩階段 你要先剃色 還要保色 對 那一日味 你沒有四五點鐘 賣出來 很麻煩 很麻煩 再來呢植物的染髮 現在也其實之前有流行過 你知道嗎 但是那種有的就是 一樣跟你說植物的 問題它的分子比較大 它分子大的時候 還是用阿摩尼亞把它打開毛鈴皮 而且 所以它顏色天然 可是它的作用還是要化學 對 而且這樣子分子大 它也比較不容易上色 沒錯 時間要更久 好 現在天然的 比較聰明 對 新式的話 就是不會把天然的顏色之外 它不會變小分子 對 它不用破壞毛鈴片 就可以讓毛鈴片什麼 上色 而且它上色很自然 它不用先退色 它就可以直接上色了 吳老師講到一個重點 如果你今天分子小 如果我們毛鈴片要打開 你如果分子大 你毛鈴片要讓它這麼開 對啊 對 沒錯 你如果毛鈴片開一點點 這樣一點點就熟到這味道 所以以前有人妮頭髮妮後 頭髮比較脆弱 自己洗 他頭髮就糊糊 他覺得髮子怎麼會變壞 這樣妮到最後不是健康有問題 頭髮變稻長 沒錯 太可怕了 剛剛吳老師一直說 教大家 我們就要選比較植物性 所以你剛才說 什麼咖啡 顏色很重要 比如說我們盡可能用天然的顏色 比如說用薑黃 咖啡 或指甲花 合手霧就是黑色的 然後那個相對的我們用天然的顏色 就可以讓它自然呈現光澤 而且有這個服務界色 所以馬上吳老師說 再提醒大家馬上 其實兩包剪開 對 然後馬上就可以隨時要來補染 那一定要戴手套 我有學起來了 剪開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真的是習慣兩個一起剪 然後倒出來之後 還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護髮的 一個是顏色 那記得我們一定要戴上手套去攪拌它 裡面其實這個 這是技術源自於日本 可是我們台灣人很厲害 我們自己把它變成 適合用國人什麼配方 那吳老師你說一定要戴手套 所以如果我染完要洗頭髮 其實手套還要戴著 對不對 戴著 然後你看 它馬上變成你知道嗎 就黑色了 密食在一起了 對 我請那個姿佑姐給我們噴一下 那個味道 他們說味道很天然 你噴起來像阿摩尼亞的味道 而且是它有點花香 爛爛花香 然後我們自己 我覺得 如果說你買了這些 所謂市面上這些染髮鏡 你可以試試看在什麼 弄黑之後 經過幾分鐘 那呈現自然的顏色之後 對 再手上塗一下 手上塗一下 對 看會不會過敏 會不會留下那個 測試一下 對 然後像我一樣 你就拿一張那個 我們的所謂的紙都可以 濕紙巾的紙 來 擦一下 第一個你看一下 我一擦 你看喔 是不是擦掉了 對耶 好快喔 是不是很簡單 好 那吳老師我想請問 那如果說 我們這樣已經染完之後 多久要再染一次 像我的話一個月到兩個月 一個月到 而且我只要染這個 長出來的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白頭髮 我們就是整個白的 我們整個把它顏色上色之後 就一直持續到 你下一次白色再長出來 這個階段 沒錯喔 所以有的人長得快 有的人長得慢 對不對 所以聰明染髮DIY總複習 一定呢 染前不要洗頭髮或抹造型品 然後要慎選合格的 而且呢不要有PPD 沒有重金屬 而且要選擇白頭髮專用的喔 沒有臭味染頭髮的時候 不會上頭皮 那洗護染一次給大家搞定啦 所以聰明的大家 有白頭髮 不可以黑白板喔 我們要用洗得天然的手工皂 沒錯啦 染頭髮也要選相對安全天然 更健康喔 好 我們今天謝謝來自你的分享 謝謝 大家都要健康來過生活 謝謝 好棒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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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鬆鬆的 好 輕輕鬆鬆的 原來清理的卡字如也都清理乾淨了 對 清清理卡乾淨溜溜 沒有 男友 他不會上你的時候 不用戴手套不能戴口罩 那我們是廚房 油槽外出野餐 卡字如瓷端 氣色爐康腳踏車的水平 都可以用 我們抗穴的話達到99.99% 用油毒的話學容器 好 實現超級廚頭部 怎麼賣呢賴大哥 當然是1890 你們在這邊做優惠齁 我們額外再送30包的隨身包 是這樣一盒420 1234 四合四駕 2290 今天測位價 1580 690優惠 全市場保證最低價 華視觀眾朋友前50名 再送幸運開明信